简单的分享 正常的下旋球 你看我正常先给你拉一个什么板形 大家看 会比我刚才拉上旋的板形相对再亮开一点 但不是把它存亮 也是要倾斜的角度 因为为啥要是这个角度呢 你看 我如果是刚才拉上旋的角度 大家看 拉上旋 因为我拉上旋 我不需要抵消旋转 对不对 上旋球没有下旋旋转 所以说它不往下走 它不往下走 我就可以直接向前摩擦 对吧 那下旋可以吗 下旋就是按照上旋的方式可以吗 就拉自己回来上了 对不对 所以就拉自己回来 所以说我们的板形还是要相对而言亮一点 你不能太亮 太亮的话这就形成啥 就能从下往上摩擦了 从下往上摩擦也不行 从下往上摩擦 你走的是 你看是向上的这个弧线 你看 它虽然弧线往上走了 但它不往前走 也不行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什么 就跟拉上旋 刚才跟大家说的板形 再稍微亮起来一点点就够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我 斜上方的这个角度去拉这个下旋球 你看吧 斜上方的角度拉下旋球 你看 稍微 我这个角度 你看 从斜下往斜上的这个角度和这个板形 我加上一点顶和膜 我这样的话就 它这个整个弧线 上台率就非常高 因为你弧线既有往前的力量 又有摩擦的旋转 那我这一下 触球这一下 我稍微给一点突然性 我把它过来的这个下旋旋转 瞬间给它抵消掉 变为自己的摩擦旋转和触球方向 首先第一 它过网子了 我加的摩擦 让它过网子以后 它是一个向下的弧线 它不就上台了吗 这就是拉球 你看加点它就上去了 对大家一上来练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把这球放慢 把这球放慢 你看 你看这个球 大家看见这个球了吗 特别低是吧 对 你看我随时在触球的时候 我板形又亮起来一点 为啥 因为不合位了 它不光低它短 它不光低它短 你看吧 它短怎么办 我在这个板形 它就起不来了 你看因为我不合位了 我用不上身体了 那怎么办 我靠板形去调 我就得再往再力气了一点 就要再往上来一点了 你没有 我得先 你先让它过网子 因为它不合位了 所以说 我向上的弧线要多了 向上弧线多了 就会绕着拉 你看它不往前走了 这个球拉的就没有质量 那没有办法 在这种受破 被破的情况下的时候 那肯定是上台是第一位 因为我加不上质量 它要是说这种球 你看 那我肯定是 正常是往前发力拉 但这种球你看 我没办法了 我不合位 你再戳短一点 你看我不合位的情况下 我上台是主要的 你拉再帅没用 你拉再帅 十个球才拉丢了 有啥用的 对不对 那这种球的话 我板形就要再亮起点 在向上的过程中 给一点向前的角度 这样的话 我们在比赛碰见不合位的球的时候 我可以最起码 我做到先上台 我这样拉上 它防过来 我还有继续机会 赢下这个球 但我所有球都按照一种方式去拉 我觉得这种球是对的 拉所有球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步法之中 你说的非常对 那你看 那你所有球都能让自己合位 你是不是所有球都能向前 你所有球拉得都非常舒服呢 对不对 那有的人他确实做不到 步法能做到这样 咱能做到这样 那可以去往这边 你看啊 你随便戳 这就是啥 合位 对吧 合位 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为啥能冲这个球 是我手有劲吗 不是 是我能到位的一点 我到不了位 大家你再冲我一个 能冲吗 能冲吗 冲不了 对吧 因为啥 我都没到位 我怎么冲 什么手腕手指前面 你能用上吗 你用不上 明白吧 但是我们到不了位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像我们叶剧球手 到不了位的占98%以上吧 对 对不对 到不了位的占98%以上 我拿手腕手指去调 我一样 我先能拉上 我冲不了 我先降一个胆 我先拉上 对不对 给我的占98% fav 你